到底如何盗取那瓶婆果菜号呢 九哥 想什么呢 那么入神 没什么 你怎么来这么早节日 我当然是想来站一个 李老师最近的好位置了 稍微晚一点 可就站不到了 九哥 你也是来站位置的 不是 我只是起得有点早了 我还以为你也要同我抢老师呢 还有谁要同你抢老师啊 还能有谁 乐师呗 每次老师来上课 他都在旁边献殷勤 也不知道季恒还记不记得 凡间那些恩怨 九哥 你有没有在听我讲话 听着呢 这个乐师是两百多年前 落难到比翼鸟族的 而老师来此讲学 正是随后的第二年 这么多年 也只有他能跟随俯师罢了 帝君原来是为了 见姬横才来这里的 这倒也符合他一贯心事 老师特意将这堂茶席课 摆到水月潭中 且让一派冬色的水月潭 在两三日间 便焕发浓浓的春意 真是品味如然 什么事情越花时间 越要耐心 他就越有兴趣 活得太久 给自己打发时间罢了 对啊 对啊 你会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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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还好 好 还好 谢谢 小燕快点坐啊 不愿意 小九 你出门也不叫一下老子 差点就迟到了 你不说你不上帝君的茶戏课吗 这不是姬衡在吗 老师 今天还是喝谢眼清这味茶吗 那姬衡就擅自为老师 先决定用这款芙蓉璧的茶器作配 为何 虽然老师平时 都爱用黑幼盏 可是姬衡觉得 这青瓷盏的千锋翠色 配上谢眼清的茶 更能够称得清新脱俗 也更趁今日的景色 喝个茶还这么麻烦 哪似这般爽快 饮茶之道 精髓在主 主有三肺 虚观虚闻 肺如鱼目 生微 一肺也 边缘如泉勇 生剑胜 二肺也 波腾浪谷 生鸡俱 三肺也 姬衡还和在太陈宫一样 能够陪伴在帝君身边 而我还是只能远远地看着他们 主茶之法 本君方才讲得很是清楚 剩下的时间 就交给你们通书 老师 姬衡有一个提议 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无妨 不如 我们来场斗茶比赛吧 老师您做评判 让众学子斗茶 一来 可以检验众学子 有没有认真听课 二来 也可以让众人有诊事的机会 一举两得 好 小燕 咱们俩一组吧 你不是一向跟九哥公主交好 干吗不跟她一组啊 我知九哥不善茶意 定不会与她做对手 行吧 反正我跟谁比都是说 十五位学子皆有配对 唯独九哥公主没有 不知九哥公主 可否愿意与我一组 不公平 谁都是乐师茶几超凡 九哥初来乍到 怎会是乐师的对手 好 我的茶意也是老师教的 说来 我和九哥公主 都是老师的学生 学生之间互相切磋 又有什么不可呢 再说了 九哥公主还没有表态呢 杰律郡主又何必操心呢 好 比就比 我不怕 那好 那由我和九哥公主先开始了 下一料 月师的茶浓艳醇厚 甘滑香烈 承得煮茶之道 然 九哥公主的茶 汤色明亮 出品无味 再品回甘无穷 手法别致 两盏茶各有千秋 胜负难断 方才月师说了 此番豆茶 意在检验学子们 听课是否认真 九哥 本君方才说是先放水 还是先放茶 你可还记得 此番豆茶 月师胜 休息一刻钟 下一组竭律和烟迟物 等等 有话跟我说 我如果真的记不如人也就算了 但是你随便想个由头 就这样判我输你什么意思啊 本君的话 你可有好好听了吗 就因为我没有好好听你讲课 你就这样记仇啊 看了我的话 你果然没有听进去 我非要好好听你说话吗 嗯 我就不该来问你 别动 我好不该来问你 不认识我 我好不认识我 我好不认识你